大家好,我是藝術導覽小尖兵林洪欣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蚕家族中的紅麥熊蚕和台灣野蚕 蚕又稱為枝鳥,是屬於昆蟲缸中的半赤木 每到夏天,牠總會站在樹上枝鳥枝鳥的叫個不停 熊蚕的腹部有個發聲器 每當熊蚕求偶時,發聲器就像蓋上了骨膜的大骨 骨膜受到震動而發出聲音,所以鳴叫聲特別響亮 蚕蚕的發聲器構造不完全,不能發聲,所以是啞巴蚕 紅麥熊蚕的特徵是翅膀外圓有紅色細麥分布 幼蟲在土裡生長約五年,蟲蟲出現於六到九月 最多只能活兩個月,喜歡期期於高大僑木,蚕會聚集在一起集體雲教 紅麥熊蚕雖然是平地較常見的蚕種,但隨著人為的開發,其地日漸減少 蚕的存在有助於生態的維持,但蚕蟲受命極短,記得不要任意捕捉喔 台灣的蚕體長約四到五公分,屬於大型蚕 體型狹長,身體及前後勢都是黑色,堪真是蚕中的黑美人 你看它的胸部及翅膀背面是什麼顏色呢? 沒錯,是綠色,所以又稱青頭蚕 那你看這個圖案像不像一個鬼面具,所以又有鬼面蚕之稱 台灣野蚕即齊於高大僑木,通常於清晨至中五間明教 熊蚕具有領域性,若有一隻離開就會有另外一隻飛來替捕這個位置 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山區局部地區出現,數量稀少,是珍貴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喔 聽完我的介紹,你有沒有更認識這兩種蚕了呢? 我的倒爛到此結束,謝謝大家!